社區棒球隊跟陽基藝隊打成1比1平手 最後一局差一支安打逆轉 這個有什麼委屈 超強的好不好 反半年的票快25% 那可以說是一場比賽最後差一支安打就逆轉了 只差一支安打 我們會輸的原因就是找不到那支安打 吃飽就給你賣一年 另外一個我們要工作 一方面北中南要工作 要行程 要質詢 那你那種時間跟他去做這種一對一的短兵相接 所以當事人的這個跟規則沒有關係 不會不會委屈 我們盡力了 這沒有什麼好委屈的 社區棒球隊跟陽基藝隊打成1比1平手 最後一局差一支安打逆轉 這個又是蠻委屈 超強的好不好 看到他的時候我本來是想安慰他啦 後來沒想要被他安慰 我本來想安慰他 但是我自己比較 不捨所以對 所以就被他安慰了一下 他跟我說沒有關係 對 他跟我說他會繼續努力 對 我既然已經是被點名下一個的對象的話 我覺得不太適合來說這個 那對我來講就是這個全力的把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做好 那並且 把應該說全力的把我們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 那如果說這個罷免的審查 在二階的時候真的通過了的話 那我們也全力的來因應 看了這幾場 那從王鮑魚到黃階 然後到陳國維這樣罷免 你自己接下來的策略 會因為這樣子有些改變 比如說你可能要用熱戰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來打這場戰 這個部分我們內部是還沒有非常仔細的去討論 但是當然既然已經 因為其實罷免的這場選舉 畢竟也才幾場而已 他不像是傳統的選舉 本來已經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現在老實說 你說要去討論出一個什麼樣子的策略 這個也還沒有辦法那麼的確切 就像現在的柏惟的這個罷免的選舉才剛結束 其實各方的這個意見其實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所以到底什麼樣子的策略是最對的 我想這個還是 也不可能一時之間 就真的可以去把它規劃清楚 那但我們會非常嚴肅的來因應這個問題 委員當時有在接觸有任何委員 互相提供想像還有 那當時有想到怎麼讓你這麼激動 沒有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覺得一個委員他剛進來一年多 那很多重要的事情也還都還沒有做到一半 那是不是能夠看到成果 這也都還要一段時間 那就面對了這樣子的這麼辛苦的一場罷免選戰 那最後被迫離開他的崗位 那而且他還是曾經被連續兩個會期 被評鑑為優秀立委的我當然非常的替 年輕世代來參與政治的人覺得非常的不捨 所以其實看到他的時候我本來是想安慰他 然後來沒想要被他安慰 我本來想安慰他 但是我自己比較不捨 所以就被他安慰了一下 他跟我說沒有關係 他跟我說他會繼續努力 繼續朝著大家一起的理想來努力 我剛才講因為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其實工作非常的緊密 然後我們自己的選區有很多的振興計畫 其實都在執行當中 所以這些工作對我來說還是最重要的把它做好的 那至於說罷免的這個案子 這畢竟還要再看他二階的時候有沒有審查有沒有過 所以我想現在我們還也 然後再加上我剛才講 其實這個罷免的選舉其實經歷了幾次 都是不一樣策略的 那也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到底怎麼樣子的因應方式是最 應該說最能夠讓人民有感 最能夠讓人民知道說我們做了多少事情 我們不應該被罷免 這個都是應該要有更細緻的討論